年纪大了没有以前那么紧实 其他的部分倒是还好 大S婚后首次露面性格大变 与巨金夜高调秀恩爱引热意 胸前纹身暴露载婚内幕 近日大S经纪人晒出与巨金夜共进晚餐的合影 这是大S婚后首次露面 聚餐当天大S和巨金夜都穿着卡其色情侣装 高调秀恩爱羡煞旁人 从照片中我们看出 再婚后的大S好像换了一个人 一向以温柔内脸世人的她 竟在胸前纹了一个纹身 这些网友还发现 大S胸前的纹身和巨金夜脖子上的纹身是同款 据之前人士透露 两人同款纹身意义非凡 那是24年前 他们在上一次恋爱时 都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情歌的歌词 这首歌对两人很有纪念意义 因此大S和巨金夜选择在重逢后 将这首歌刺在彼此的身上 之前小S在节目里就曾经爆料 再婚后的大S就像被爱情包裹着一样 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还变年轻了 现在看来小S所言非虚 被爱情滋润的大S确实十分幸福 虽然之前跟巨金夜结婚 确实存在很大的争议 但是现在看来 她嫁给汪小飞是高配了 嫁给现在这个才是适配 本来以为两人如今的生活是各自安好 谁知就在大S和巨金夜 两人高调纹身 秀恩爱之间 汪小飞却传出了将要破产的消息 消息一出再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据网友爆料 汪小飞在直播的时候甚至直接情绪失控 崩溃到大哭 自从跟大S官宣离婚以来 汪小飞的事业就陷入了瓶颈期 到处都在碰壁 受疫情影响 她前几个月在北京开的多家餐饮店 投资了上千万 目前已经全部关门 其他还在经营的餐厅也处于亏本的状态 一天就有上百万的亏损 汪小飞称实在坚持不住 如果还不解封的话 随时都会面临破产 对于汪小飞直播哭诉这些行为 网友认为她是在卖餐以博取同情心 毕竟运营困难的实体店不止她一家 还有网友调侃 汪小飞这时看到大S和巨金夜 合体捞金眼红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